于基辅东北部的城市部落瓦利持续遭俄军轰炸 镜头前的大型仓库早已沦为废墟 仓库遭飞弹击中 当时就停在旁边的卡车也被波及烧到只剩骨架 所幸卡车司机幸运逃过一劫 俄罗斯说好要撤军但实际情况恐怕不是如此 毫无撤军迹象尽管根据CN报导 有消息指出部分俄军已经撤回白俄罗斯 但美方质疑这不是撤军而是重新部署军力 美国国防部更直言俄罗斯如此反复 恐怕和最高统帅不了解战况有关系 普丁恐怕还在寄望能重整军力 反回一程为声援乌军美方决定再度扩大晶圆 乌克兰当地时间30号 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话一小时 拜登宣布再提供5亿美金 大约143亿台币援助 俄罗斯会不会真的撤军恐怕还有待观察 尽管法国外长才表明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和平谈判 没有任何突破迹象 但好消息传出乌克兰官员透露 4月1号起俄乌将持续谈判 尽管是以线上的方式举行 但对话大门持续敞开 停火或许就有希望 三立新闻回宣报道